今天分享一个经过验证的专钱项目给大家 各位总会有一个误区 认为只有很精良的作品才能赢得关注 总是会拿那几个AI工具来对比 但是下面这些例子就能让你大吃一惊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越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越是拖延不前 越是有大目标 越是难以跨出第一步 这是不是很矛盾 没错 今天介绍的就是火柴人动画 制作非常简单 一两句话插入一个火柴人 而且这些火柴人插画都是现成的 不需要一个一个用AI工具来生成 这个频道只发了五个视频 就有超过百万次的播放 而这个仅仅三个月的新频道 才发了八个视频 订阅数就超过了20万 接下来详细教大家 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制作火柴人动画 先给我点点订阅 马上带你深入了解 首先我们要有脚本 也就是视频的内容 我分析了很久 发现这类视频的主题 一般是激励 自我提升或者教育类 方法分享给大家来制作脚本 我们可以直接问XGPT或者Deepseek 比如结合最近发生的热门事件 我会来问Deepseek 我想问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我很羡慕AI什么都懂 你的出现让我感到了很焦虑 我是一位对未来非常迷茫的人 努力工作了五年 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还没有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就业形势不好 我也失业了 我想问你此时此刻没有工作的我 怎么做才是最优解 向这个回答就可以作为 我们制作火柴人动画的文案了 另外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自我提升 或者教育类主题也可以这样问 请为我提供一个独特的 令人惊叹的文案 用简单的例子幽默的语言 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2000字以上 主题可以是这样的 如果你雄心勃勃 但是又很懒 我们得到了非常丰富的动画视频内容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旁白脚本 转为标准的中文真人语音 注意了 有好东西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迄今为止用过的所有AI工具里面 中文最标准 方言最多 声音感情最充沛 最真实 而且完全免费的工具 它是微软旗下的一款视频编辑器 叫ClipCharm 在ClipCharm首页找到文字转语音 它支持80多种包括地狱口音的 AI必争语音 点击这里的试一试 它是一个视频编辑工具 我们来到最左边 点开文字转语音 在右边可以看到它识别出来的语言 还有对应语言底下的配音员声音 往下拉到最底下 可以看到它支持很多地狱的方言 比如中文东北话 河南方言 记录方言 江浙话 陕西话 台湾普通话 还有粤语 选择好语言 我们就可以选择声音 这里可以预览语音 从各种声音中进行选择 像有一些声音呢 它是支持多语言的 它的名字下面就是这个声音的特性 比如Eda的高兴温暖温柔友好 还有第二个 它是有吸引力的生成的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从各种语音中选择 以协助您建立一个值得分享的故事 OK 再来看一下中文普通话 比如这一个多彩多艺的 帮助创建值得分享的故事 这个声音不太合适 因为我想找有感情一点的声音 看一下这个平易近人的 从各种语音中进行选择 这个就太正规了 但是我选择的每一个声音 它都非常的标准 而且跟它的特性是相对应的 是不是在中文方面 比很多AI语音工具要标准的多 看一下这个高兴的 非正式的 从各种语音中进行选择 这个还不错 但是我想要更年轻一点的 各种语音中进行选择 帮助创建值得分享的故事 嗯 这个声音非常适合 因为我的影片主题是雄心勃勃 但是又很懒 所以我就需要这样一个激励人心 而且很柔和的声音来做旁败 把我的脚本文字全部粘贴过来 还可以对我们的声音进行高级设置 声调和速度都可以调整 还可以进行预览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越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越是拖延不前 越是 效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点击保存 中间就会多了一条语音轴 因为我刚刚说了 ClipCharm呢 它是一个视频编辑工具 所以导出的格式呢 就是MP4文件 这个很容易解决 现在也有很多免费的在线视频转音频工具 用ClipCharm除了因为它的中文方言多 发音标准 情感丰富以外 最重要的是 它对文本字数没有限制 即使是10分钟的音频旁白 也能免费的一次性生存出来 我们可以在线找一个免费的文档转换工具 就可以把MP4文件转换成MP3音频了 像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123Apps了 导入我们刚刚做好的文档 然后第二步就是选择 你想要转换成的文件类型 往下拉点击转换 点击下载我们的音频文件就做好了 接下来可以制作火柴人动画了 现成的百万个素材在Kava就能找到 点开视频 然后创建一个1920x1080的横屏视频 大家可以把Kava看成是一个视频编辑面板 在最下面呢就是它的时间轴 我们可以插入音频视频或者它提供的一些素材 先把我刚刚做好的音频文件上传过来 因为我要根据音频的内容一句话一句话的插入火柴人插画 可以看到音频的时长是2分15秒 跟我视频的时长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首先要把这个5秒的时长呢拉长一点 也可以直接点击中间的画面 这里的背景就非常适合了 选择一个不会分散观众注意力的背景 可以是白色也可以是黑色 然后在画面这里右击选择将图片设置为背景 把一开始我们选择的黑色背景删除掉 如果背景的纹路比较清晰也可以降低背景的透明度 然后就可以插入火柴人图片了 同样的来到素材的搜索框这里清除一下 输入stick person或者stick figure就是火柴人插画的意思 点开这里的查看全部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简笔人素材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 像这些右下角有一个付费图片标志的高级版素材 凯尔可以给我们免费30天的试用 还有一个小tips分享给大家 在这么多的火柴人插画里面 我们可以来到你喜欢的图片这里 点开这三个点 可以看到这张插画的信息还有它的作者 比如这张插画就是这位作者制作的 点开查看更多它的作品 查看全部 这些插画的作者就都是同一个人 这个方法可以帮我们发现同一位艺术家创作的大量高质量人物作品 关键是同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角色是非常一致的 整个火柴人动画就可以使用同样的角色了 最终的动画成果也会好很多 接下来就是根据我们的语音来切割场景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越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越是拖延不前 OK这里就算我们的第一个场景了 然后点击最上面的分割页面 开始插入第一个页面的简笔画 根据这一句话的语音内容我可以直接搜索 我们会发现通过搜索中文出来的插画数量会比较少 如果我把它换成英文 不开心 unhappy 就会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选择了 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用英文来搜索 比如第一句话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选择这张插画 单击一下 然后再画面调整好对应的大小 拖动一下让它在最中间的位置 而且我可以在场景中再划分场景 比如我想让这个画面从开头到这个位置结束 同样的切割一下 然后再点击这个图片 把这里删掉 右击 选择删除 再来听听下一句话的内容 越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这一张图片就很符合情境了 它在想象它准备要去做的事情 这一个画面我把它拉到左边 同样的把它拉大一点 在想象的这个框里面我还想插入一本书 也就是它准备去看书 像这一张图就很符合我想要的意思了 把它缩小一下 拉到这个想象框里面 OK越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后面一小句话呢就是越是拖延不前 可以在搜索框里面输入拖延症 或者想到有意思的场景呢 也可以直接输入 比如我想要找一个它看上去很懒很累的图片 那我就可以输入tied懒的 比如这个看上去就是不想看书 一直在拖延的意思了 然后我把它放在右边 调整一下大小 而且时间轴这里呢也要调整一下它出现的时间 从这个时间开始出现 把它拉过去一点 那第一个场景呢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来预览一下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越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越是拖延不前 如果我们在对场景进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某一个场景太单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继续插入一些小元素 比如第一张插画 我就可以在第一张插画这里插入一些小元素 比如我搜索疑问 就会有很多小符号可以使用 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或者添加一些小物件 比如light灯泡 添加上去我们的画面就不会太单调了 而且当我们选择这一个插画内容的时候 它的下面会出现一个自动推荐 在自动推荐里面 如果有更符合内容的插画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使用 把原本选的删除掉 然后调整好位置 当一个画面出现多个元素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们的出场顺序 整个画面呢就更加有动感 OK我们可以再来预览一下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越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越是拖延不前 OK非常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场景 越是有大目标 越是难以跨出第一步 同样的切割一下这个场景 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场景了 这里有一个规律 比如这个场景总共3.6秒 那我大概会在两秒的时间就插入一个插画场景 3.6秒一共会插入两个插画 这是我很认真分析了别人视频得出的结论了 会更加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越是有大目标 那我们就可以搜索target的目标 没有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换个方向 比如梦想 或者更加实际一点的 直接搜索money钱 这个图片就非常合适 它只是把它的梦想写下来 但是还没有去实现 把它拉到最大 然后居中 因为前面一个场景呢 我们同时出现了两张图片 那下一个场景呢 我就单独出现一张图片 这样观众看的时候呢 不会太疲劳 而且是有变化的 那图片的持续时间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语音这里了 点开语音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小段就是 越是有大目标这句话 那这个场景的持续时间呢 也可以结束在这个位置了 同样的单击一下这个图片 把它拉短一点 拉到这个位置 然后在后面我们再插入另一张场景 如果你已经忘了下一个语音的内容呢 就可以再播放听一下 是难以跨出第一步 难以跨出第一步 那我就可以搜索 难以开始 difficult to start 像第一张就很有意思 它的面前有非常多条道路 但是呢 它就还没有开始跨出它的第一步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可以看到 当我们调整到合适位置的时候呢 两个场景它就自动显接上了 我们来预览一下 越是有大目标 越是难以跨出第一步 后面的场景都按这样的操作来进行 选择火柴人插画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需要过多的考虑选择哪个图像 因为每张图也就持续两秒左右的时间 又会有新的图来出现 来保证视觉效果和吸引力了 让你的画面多变角色表情动作 让人印象深刻呢 才是核心 再分享几个快捷键可以提高效率的 早上起床后更容易开始 有时候最大的挑战是开始 按住键盘的S键就可以直接切割画面 然后把光标轴移到这个场景的最开始 场景的内容提到了最大的挑战是开始 所以我就搜索challenge挑战 像有一些插画它本来就有文本 如果它的内容跟我们的内容是一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用这样的图了 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插入文本 来让我们的内容更加的清楚 二分钟法则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案 同样的按住键盘的S键直接切割画面 然后来到场景的最开始 这里我想要的效果是 火柴人拿着一个黑板来展示二分钟法则 这个插画就不错 把它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然后我需要在黑板这里插入文本 按住键盘的T 先调整好字体的大小 二分钟法则 字体可以换成你习惯使用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文本并没有得到强调呢 很简单 我可以按住键盘的R键 就插入了一个有填充颜色的矩形框 我改成橙色 然后调整它的大小 让我们想让别人关注的内容更加的突出 这里把火柴人的手挡住了 点击这三个点 调整一下它的涂层 把这个元素的涂层移到最后 这样就非常直观了 还有一个大家会经常用到的小工具 当你添加的火柴人动作不太对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翻转 而如果你觉得你添加的元素都不符合你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可以全部框选上 然后点击删除就全部清空了 左上角点击返回键就撤销我的上一个动作 在影片的结尾 我会把我用了10分钟做好的成果展示给大家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也请告诉我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模型和人工智能心的玩法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越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越是拖延不前 越是有大目标 越是难以跨出第一步 这是不是很矛盾 我们总是觉得 当目标越大 越应该抓紧时间行动 但事实上 这种焦虑和压力反而让我们停滞不前 面对看似不可能的目标时 我们可以透过微小行动 和建立例行公式来克服惰性 将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 当目标太大时 大脑会感到难以应付 从而产生逃避心理 将任务分解成小步骤 比如想要写一本书 不要想着要写200页 而是从每天500字开始 想要学吉他 不要想着一天学会一首歌 而是每天练习一个和弦 另外 我们可以建立简单的例行公式 不要依赖意志力 让事情自动化 比如 想要运动 就把运动鞋放在床边 早上起床后 更容易开始 有时候 最大的挑战是开始 二分钟法则 就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个法则的核心观点是 如果一个任务只需要二分钟 你就会马上去做了 比如 想看书 先读一页 想整理房间 先从一个角落开始 一旦开始 就更容易继续下去 在完成两分钟的任务后 给自己一个小奖励 可能就是给自己泡一杯喜欢的咖啡 或者听一首喜欢的歌 当你在完成每个小目标后 都感到有成就感 就很容易保持长久的动力 随着行动不断累积 最终你会惊讶于自己达到的成果 所以 今天就开始行动 持续完成每天的小步骤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转发行决 audi